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奔向谁就海陪 大你也哼 爱你也哼 爱你也哼 想你也哼 想你也哼 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好好走着 别老跺脚 自己长啥样 不知道有像压力滚在这里 好好走啊 屋里有孩子现在 你轻点啊 还跺脚 我站着没动吧 你出的声 不行 以后咱俩谁也别说谁啊 我没说你啥 你高抬脚青螺步 这么走 不看是没 这样 这样 哎哎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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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走 快乐 拱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天我看一箱一箱往里搬那昏山马瑞奶粉呢以后咱蒙口就能买着了 太好了那以后我这俩儿子都不断对了呗 对呀 太好了 说一会儿就其实你哄你儿子那几句话 用来哄我挺合适的 爸你不过心了 我刚才是给我儿子做潜意识教育的 潜什么 潜意识教育这你都不知道啊 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哎呀我跟你说爸大姐潜意识教育现如今可是前沿科技啊 就是孩子在娘胎里边你就得教育他 你就得给他制定人生的终极目标 让孩子爆发在起跑线上 顺风啊你这孩子才多大点他能听懂吗 怎么听不懂啊 你大姐你什么也不懂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当年你怀妞妞的时候啊这么大肚子的时候你想没想着我每次开着车进小区啊还没进家门了妞妞是不是又踢又打又闹 这就说明他感应到了你知道为啥吗 为啥因为你怀妞妞的时候我经常对他说话啊 我说妞妞啊在这个家里最亲的不是你爸爸去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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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啊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还没明白 爸你抱着啊 奥运会的时候 有一个国外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啊 叫啥我忘了 但是发球特别有特点啊 就是他手里拿着个球啊 我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洗头呢还是发球呢 我见过了 你记不记得 我真真是 哎呀人家她的妈妈 就当时在肚子里的时候就老教育 孩子呀你是个运动员呀 你将来可得加油啊 你得上赛场夺冠军得金牌啊 怎么样奥运会怎么样 哎呀遇上中国队哭得老惨了 谁遇上中国队不哭啊 是不是 我跟你说就冰冒球这一块 他们那个运动员 能跟中国队在决赛场上相决 那就是他们人生巅峰 对 但是人家多亏了 有这个潜意识教育 要不然他有机会上赛场吗 要不然他有机会光荣地拿第二名吗 有道理 要要要 哎呀 其实啊 你闭嘴吧大姐 你还有不等你 哎呦哦哦哦 加油加油你最棒 加油加油你最强 加油加油你最强 你要这么教育这孩子长大了是个干销售的 其实 你闭嘴吧 大姐你老这掺和 好多人都跟我说过 这孩子啊你谁教育他长得就像谁 我可不愿意我儿子长得像你 你这怎么说话你大姐来点比你差呀 爸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想这孩子长大了咱家多一个首富啊 还是多一个榜大摇源的做饭呢 你做饭 哎呀前顺 你分啊大姐给你开玩笑的啊 这让你唱会儿孩子怎么能给韩子 你呲瓦烂叫什么呀 给给给这不愿意我啊 这孩子刚要睡着大姐在这闹腾 我你以为我没听见呀啊 又在这动员又口号的 这孩子才多大呀 你说今天才能懂吗 别怕把孩子弄得这么累 儿子上课 上课啊 爸你帮我抱一会儿 我是许家教具 许什么儿子教具 他老给孩子上课 他整了一堆道具 这眼镜有骗吗 你就蹭眼了 注意听点 上课 老师好 儿子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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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儿子 今天我们要复习的是高二下学期的数学题 你一定要好好的学 因为距离你高考就剩下六千二百八十多点了 哎不是那个媳妇啊 不是二比六啊 二老师 二老师我跟你提个意见 说 你说孩子才多大呀 就上高二的课了 怎么的 啊 你上过高二啊 我没上过 旁听去 我还得旁听 知道这叫什么吗 视觉印象卡 俗话说的好 只有看在眼里 他才能记在心上 哎 就这个有道理啊 就当年我们那个选程队 有个跳舞蹈的叫小红 那是我看的一眼 十年了我都不忘了 老汉同学呀 咱能少说两句吗 你再大点声 我妈回来就提议你了 对 我别让妈听见啊 儿子 往这儿看 哎 哎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我改身不行 看不清 回回回回 回下 儿子记住了啊 以后别跟这些坏同学一起混啊 这上个课我的天哪 成坏同学了 看 这是清华大学的清华园 清华大学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高等学府 也将会是你人生的必经一战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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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棒 再看这个 可以 比个号 翻译过来 就是独栋大别野 这个大别野 二老师 咋的 二老师 你这个 你这个英文说的准不准我不知道 中文肯定说错了 是吧 这不叫大别野 这叫啥 别墅 别墅 大别墅 我买不起 我买不起 买不起回去竖着去 怎么这么多问题呢 你这怎么的呢 过来还不让提一点呢 儿子这叫大别墅 对 宽敞明亮而且舒适 比你爸爸首富这房子可强多了 记住了我们一定要努力赚钱 让咱们全家人都住上这样的大别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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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看这张 看这个 我明白 这我明白 你说 二老师 你是想让孩子啊 将来 哎就是像这张白纸一样的纯洁 这这都什么想象力啊 啥也不懂还瞎吵着 身还那么大 这叫高速列车 也叫高铁 不是你的高铁呢 那车呢 开过去了 开过去了 妈呀真是坏了 又坏了 又坏了 又开过去一列 行了行了行了 认真听讲吧 这会儿过来都开过去好几列了 怪不得就你们嘛 永远都赶不上人生的列车 哎 那个你让他买高铁啊 咋的呀 停哪儿啊 儿子 我咱就努力挣钱 给高铁买车嘞 其实啊 闭嘴的 好 那个范思哲 范思哲 范思哲 爸 你叫范思哲 对你 妈妈你把你同桌往前面带一带 带 带回去 对 这个必须得仔细看好了啊 来儿子啊 噔噔噔噔 哎呀 好 这个看好了啊 这个是咱家男性颜值的担当 看一看 啊 好 好 好 这 匀称的身材 帅气的脸 健美虎沫 桃花眼 虽然能备不打到啊 但绝对是颜值的天花板 儿子 妈妈这辈子呀 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就是在当初择偶的标准上啊 多多少少放了点水 哇 老子 哎 我 你干 你干啥呀 赵章子 这个节目里没有你 你出来干啥 没完了是不是 哪儿都有你是不是 啊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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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啪啪 干啥呢 啊 干啥啊 过了啊 那也是我女婿 你是 爸 你说你说她这是干啥呢这是啊 啊 在这个家里我颜值是比不上的 但是智商这方面我也是个巨人 哈哈 巨掉一半的人吧 你刚才咋说话 你呢 你少说话 儿子还是听妈妈的啊 以后啊就让你大你起来 干啥 起来啊 就按你大姨父这么长啊 你以后长得像他呀 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你拉倒吧 你咋想出来 你咋想呢你 哎呀呀 哎呀哎呀 其实啊 闭嘴 闭嘴 妈 抄了啥 抄了啥 这孩子今天老哭 快把孩子给我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孙子啊 老了有啊 老了有 哎呀 你说你们啊 说了半天什么 又潜意识 又这卡那卡 这小孩能听懂吗 就是吗 是啊 就是 再说了 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都经过时间验证了吗 就是 别就是就是了 你和那个跳舞红姑娘的事 我听得一琴二琴 就是 妈呀 其实啊 住嘴 我告诉你老饭头 等会把我外孙子哄好了 我跟你没完 妈 来来来来 你快哄我这老虎去 是 我跟你们说啊 孩子不睡觉 你们都白长着脑袋了 这不行想个招 给孩子讲个故事啥的 对讲故事 我怎么都没想过 哎呀儿子呀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 哎 讲一个喜羊羊和灰太郎的故事 不行 哎 喜羊羊都挺好 那灰太郎一出来 多吓人呢 干啥啥 到那边来的 你住嘴 儿子 妈妈给你讲一个吧 讲一个白雪公主和老巫婆的故事 也不行 白雪公主挺漂亮的 那老巫婆一出来多吓人呢 妈呀 其实啊 你闭嘴巴 你大姐 哎呀 哄孩子哄孩子 不是吓唬孩子 对对对 听姥姥给你讲一个啊 哎呀又美丽又好听的故事 哎呀 哎呀 从前呢 有这么一座山 山上呢 开满了鲜花啊 在那花丛中啊 有那么一个漂亮的小房子 这房子里呀 就住了一个乖宝宝 哎呀 可是这个乖宝宝啊 他就是不爱睡觉 有这一天哪 就来了这么一只大马猴子 哎哎哎 哎呀 这个大马猴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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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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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大马猴子 你这个更吓人 行行行行 行了 我还是给孩子 进行点传统教育 行 我给孩子树立几个榜样 对 孩子你听好了啊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大宋朝 文艳博幼儿道有 怪学扶求之志 司马温公道有 破梦救儿之谋 汉孔荣四岁让离就懂千训之理 汉黄湘九岁温习奉心 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 七岁席文九岁席武 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 执掌六军八十一周致兵权 尸骨肉献连环季东风解雕零火 烧帅传 看 这孩子听得多认真 哎呀 哎呀 你还要给他 我给他讲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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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讲法子 你能给他讲法子 您能给他讲法子 我给他生他的目标 你不能啊 嗯 大姐 没看出来 你说你还有催眠的功能呢 什么催眠的功能 你孩子饿了 那你咋不早说呢 就是 其实一进门我就想说 我一说其实 你们就闭嘴闭嘴闭嘴 哦 大姐 你闭嘴吧 其实 这哪个家长啊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长大了有出息 可是首先得让他健康快乐 让他吃好睡好 你看看你们 孩子饿了不给胃 孩子困了不让睡 你说你这 这怎么茁壮成长 你看人家把话说的其实 得着道理 快把孩子给我 给给给 好宝宝 你别说 姥姥哄你睡觉 还真不哭了 不哭了你看看 大姐还真不哭了 这还真不哭了 月儿明风儿静 树叶这窗铃啊 曲曲儿叫声声 好是那青春 声 声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